您看到了吗 就在那座山上红色的位置 竟然藏着两座汉代古墓 相传胆子再大都不敢进去 里面还发现了很多宝贝 其中三件可谓是世界罕见 尤其是那件竟是出国展览的金铝玉衣 可以说是一件比一件珍贵 还有2000多年前的铁铠甲和环保灯 您可能都不敢相信 2000年前古人就有环保一师 关注墓子 今天就带您爬上去 看看这座神秘的古墓和那些无价之暴 出发 这想要爬上去还真不容易 您看够高吧 图中墓子给大家讲一个墓主人 他就是让无数人都羡慕的中山靖王刘胜 他的父亲是汉景帝刘启 弟弟是汉武帝刘彻 王后是窦太后的孙女叫窦婉 根据记载刘胜是13岁继承了王位 中年53岁在位是43年 他一生中都在干什么呢 就是在生孩子 有记载 他的儿子呀 生了120多个 女儿呢 更是数不胜数 可以说他是古代 2000多年来最幸福的男人了吧 您快过来看 刘胜呢 虽然是王 但是他的地位呢 是所有王中最高的 仅次于皇帝 所以呢 这座古墓的规格呀 也是按照帝王规格所修建的 这个墓道的长度呢 是51.7米 最宽的是37.5米 最高处呀 是6.8米 完全是一山旧式的形式进行开凿出来的 墓室顶部的是拱形 式壁呢 是弧形 从整个墓室的结构看 这座墓呀 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它的工程间距 规模宏大 当时凿冲之后呢 又在不同的洞室 分别修建墓构的瓦房和石瓦房 形成一座豪华的地下宫殿 充分体现了誓死如生的观念 在墓道两端 开早有南北尔市 南尔市这边呢 主要是放车马的 北尔市呀为库房 是存储粮食和饮料的地方 中间这里呢 是一个宽大的厅堂 在后面这边呢 是内室 这里边呀 还有一个用汉白玉做的棺床 当时放置流胜光果的 那主室相当于现在卧室 你万万想不到呀 这边呢 侧室还有一间 它既然是个玉石 看来古人呀 还是非常会享受生活的 正如资料所记载 流胜生前呀 有耗酒的习惯 墓中不仅陪葬了 大量的金银玉石 还有了33个装满酒的 正方形大刀钢 这钢上呀 还写着酒的名称 种类和重量 酬酒总重量呢 约折合今天的1万斤 这得喝多酒呀 才能喝完呢 让人出乎意料的是 2000年之后出土之时呢 钢类还有粘稠的残留美酒 这就是2000年前的环保灯了 长信工灯 用青铜铸造 整体六斤工艺 灯高啊 是48厘米 工女高呢 44.5厘米 重视15850克 灯上还有9处可有名文 共近65个字 长信工灯设计十分巧妙 工女跪坐着一手直灯 另一手呢 扶袖子仿佛在挡风 神态田径优雅 造型十分生动 灯的各个部位呢 同时可以拆卸 灯盘转动可以调节照射的方向 灯罩开合可控制照明的亮度 烛火燃烧的烟通过工女的右臂进入体内 起到吸收油烟的功能 防止了室内空气污染又有审美价值 长信工灯的出土 不但体现了2000年前古人的环保意识 还体现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精湛的工艺水平 国外的专家学者看到此灯呢 都对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竖起了一个大大的拇指 那墓是怎么排水呢 当时把灵墓建好之后 如果到了雨季 防止雨水呀 渗到地宫里面损坏这个陪葬品 所以古人呢 在这个地方呀 又开凿了一圈排水渠 流到这个渗井里面 而这个渗水井呢 设计在整个墓室的中间的位置 更好的起到了渗水的效果 古人呀实在是太聪明了 这就是那套价值连城的铁铠甲了 你敢相信吗 上面的甲片呀 多达1500多枚 您仔细看 上面的甲片呢 这个厚度设计的相当合理 穿在身上不影响作战 而且呢防御性呀还特别的好 咱们赶紧去看看 那件价值连城的金铝玉衣吧 我国的金铝玉衣呀 已经闻名世界 但是女性的金铝玉衣呢 更是罕见 玉衣也称玉侠 是穿戴着的身份 等级的象征 只有贵族才能够使用 普通人是不能够使用玉片的 现在看到的金铝玉衣 她的主人呢 就是中山静王刘胜的王后窦腕 她的全长是1米72 玉片呢 2160片 金丝是700克 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 在2000多年前 汉代的皇室贵族们呀 死后呢 要用玉片跟金丝编制的玉衣 做脸服 他们认为这样能够保持 尸体不服 而中山静王刘胜的金铝玉衣呢 长是188厘米 玉片有绿色 灰白色 淡黄色褐色 共计2498块 金丝重视1100克 采用0.08到0.14毫米的金丝 跟大小不同的玉片 根据身体不同的部位 采用不同的编织方法 那么古人到底用什么方法 编织出来的呢 能保留这么长时间 至今都是一个未解之谜 当时出土的时候 牧主人呢 早已经化成了一捧一土 剩下的只有这件价值连成的金铝玉衣 在古代制作一件中等型号的玉衣的费用呢 相当于100户人家的总收入 一个高级的玉器工匠 要用将近十年的光阴 才可以制作完成 而这件中山静王刘胜的金铝玉衣啊 可想而知有多么的珍贵 据说至今在世界上都不能复制出一模一样的来 这就是中国古代工匠的记忆跟智慧 关注木子每天为您分享更多的知识 这就是中国古代工匠的金铝玉衣